万芳国小的操场是全校师生与社区居民平日最喜爱活动场所,但是因为操场的看台年久失修,校方决定结合社区居民力量,一起进行彩绘活动。请听吕少傅报道。 台北市万芳国小上周末进行彩绘操场看台活动,包含校内师生、同军团与社区家长大约180人一起为操场看台换上彩色的新衣。 万芳国小教务主任吴俊杰表示,创校32年来都没有整理过操场周围的看台,不仅水泥均裂,上面也布满了黑色的台线。 经过新衣校长高丽凤提议后,决定结合师生与社区力量,新手彩绘万芳的操场看台。 对于校园美化的相关规划,吴俊杰表示,有了这一次的经验,未来也会多尝试结合社区参与,打造更好的校园环境。 他也希望,未来有类似活动时,大家可以更热情地参与,一起为社区学童打造更好的学习环境。 正在直升记者吕少傅的采访报道。